我们带领关系的美国政府 我们都知道他们是一直否认 有外星人登陆过美国的 不过最近FBI他们就公布一个 很惊人的这个备忘录 因为他们证实 这个外星人的确来过地球 在这个报告当中也显示 美国知名的1947年飞碟坠毁的事件 可能却有歧视 而这份备忘录也指出 外星人在1950年前 曾经降落在美国新墨西哥州的 罗斯威尔市 同时也指出发现三架飞碟 里面是各有三具尸体 全部都穿着 这个非常质地精细又贴身的金属衣 而这份备忘录也证明了 美国政府是企图掩盖飞碟 还有外星人登陆过的叙迟